每当idol们在节目上或者演出中卸下身上的累赘衣服的时候 弹幕上大概就只有一片腥风血雨了 与痴汗脸怒舔脱衣食品N便的宝宝们 是否还在遗憾福利给的太少呢 以下来自于本老作为资深谜底总结出来的绝密线报 那里idol们最爱脱衣服场合大盘点 肉体饭切好不用谢 陈伟婷来到大自然就爱脱 纵观娱乐圈里的小鲜肉们 本老进去最把持不住的就是你力张大伯爷 陈等等 作为一枚平时就酷爱脱衣的boy 毕竟肌肉在此不秀的不好意思了吧 日光玉的时候脱衣发 沙滩上更要脱衣发 面对大海脱衣发 坐在草地 excuse me 这也可以 大概除了脱光光的浴室 最好的等等肉体观赏场地就是大自然了 陆寒 男性荷尔蒙充足下才脱 陆宝宝一脱衣服就蹭蹭的上了微博热搜榜 果然是陆不羁啊 你身材挺好的 想想平时每天都羞红了脸的傻袍子 为何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脱了呢 大概是因为只有大张伟 张丹丰和摄像哥哥几个男生的屋子里 相对于比较安全 没有了疯狂粉丝们的娃娃大叫 以及花痴目光 马上要上课的尼尼耿直boy 当然立马脱起来了 所以迷妹们不要给陆宝宝太大压力 自然舒服的环境下 他当然会脱了 张一星创到嗨处自然脱 平时一副天然蜈蚣害的呆萌绵羊星 其实内心里是一只虔夫的小野狼 你以为他是这样的干瘦小身板 其实他是这样的 天不久 狐狸一星同学在演唱会上 遇到一个突发的问题 在准备的时候 右手被卡在衣袖中 蹈蹭了半天的你的小绵羊 在音乐又快开始的时候 决定 这个想都没想就干脆脱掉外套的热舞秀 二爷 您才是跨世纪的老司机 以后一言不合就脱的重任 就拜托各位服装老师了 羊羊 靠近水源 立马脱 想要捕捉到尼里羊咩咩的肉体 记住靠近水的地方 就是羊毛的天堂 血草已空的迷妹们振作起来 扑倒才是最重要的呀 没想到来自于咩星球的羊羊 居然遇水则脱 想起在大芒果的花哨里 尼里面与易涵姐姐一同潜水的画面 这就是肉和盐的完美结合呀 喂 羊羊铃吗 这里有一只长得像咩的鱼 你没问想看就多去游泳池吧 王俊凯脱了等于没有脱 说起脱衣这事 套路最深的大概就只有我家天赋宝了 别看丽丽一脸纯凉无害的凯宝宝 唱起自作曲的小模样是这样的 晚晚没想到 跳起舞来撩妹简直分分钟 林家小弟弟不见踪影 和外国女舞伴贴身嗨起来的样子 简直就是禁运戏霸道总裁呀 脱衣服这招玩的也是六道飞起 然而我宝宝脱了一件又一件 领带也解开扔掉了 还扯了半天的衣领 最后竟然没有一点点漏 作为Oni粉的迷妹们 大概当时已经哭晕在厕所了吧 曼果劳新闻 走过最长的路 就是你离鲜肉团们脱衣的套路 霸道 霸道